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只要爱了就不会割舍 梦睡意抱着我 静静相拥着沉默 梦睡意看着我 一句若等就足够 梦睡意相信我 如果时间没有了你 爱情就失去所有的意义 梦睡意 梦睡意 亲爱的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第二个 家阳 抱歉 我一朋友在天津出了紧急情况 我要再陪她几天 麻烦替我在高方院请个假 还有 妈妈呢 我和她说了 你替我多照看她 你到底出什么事了 为什么好几天都没有音讯 还有 你要请几天假 是三天 四天 还是五天 你现在在哪儿 我要去找你 慢点 房子我找着了 还不错 慢点 慢点 舒服吗 伯母 我想问您 乔飞的朋友究竟出什么事了 她这都去天津好几天了 一点音讯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啊 是不是她朋友的事比较急 我还以为她跟你说了呢 没跟我说 而且乔飞在高方院请她假 马上要到期了 我得帮她去续假 那我怎么也得知道 发生了什么吧 或许是朋友有什么隐私 不让她说 这孩子啊 从小就这样 答应朋友的事啊 就一定信守承诺 不会跟别人说的 可是我是她男朋友啊 也不能跟我说吗 甚至乔飞 你太夫人了 跟第二个人可是 什么事 竟然是跟她同学的 你突然贵了 但是她不吃了 你必须不吃了 啊 我真是让你去吃吧 你必须要够吃了 太多吃了 真是操心 他爸爸去世走 我身体又这样 他跟着我呀 没少受罪 我只希望啊 你能好好地照顾他 对他好 伯母放心吧 我会尽我的所能 不让乔飞受委屈 我会尽我的所能 让他活得开心快乐的 我的意思啊 是你们俩谈恋爱 这么长时间了 我想让你们早点成家 这飞飞啊 太需要有个家 需要有一个人照顾他 我明白伯母 您能跟我说这个 我特别开心 我会努力工作的 我也会好好对乔飞的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 构造出一个 非常完美的家庭 可惜 我这次到上海来 是动手术的 要不然 应该去你家 拜访一下你父母 听说你爸爸 是在外事办工作 妈妈是个企业家 他们见过乔飞吗 他们还喜欢他吧 我喜欢他 我喜欢的 我爸妈都会喜欢的 伯母 最近我爸是因为出国公干了 不然他们一定会过来看望您的 不用 不用 您瞧我 我现在这样 这 这 这头发都没了 快吓人的 别再吓着他们 伯母 您别这么说 您现在是病人 所以这都是正常的 这是个过程 慢慢病好了 头发长出来了 您就康复了 对了 伯母 今天我哥过来给你做检查了吗 你哥 这两天我没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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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休假了 这两天啊 都是其他的医生来给我做检查 嗯 哥 你在哪儿啊 我在外面出差啊 怎么了 有事 这几天你有没有见过乔飞呀 或者她有没有跟你联系过 女朋友不见了 那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 我没答应你替你看着她 行了行了 我就随便疑问 那先这样吧 拜拜 今天不容易啊 一天的同传 假如还是你那强奴大 还双女分呢 不是 我觉得你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 以前那同传时间比今天长 也没见你那么累啊 没事 我还好 闭碗眼睛就行了 颜色深 那就是有心事呗 你年假去哪儿旅游了 短途吧 是不是有艳遇 我说你一回来 变得魂不守舍的 哪有什么艳遇啊 哪有什么艳遇啊 春家牙是我的手机 推销基金的 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你肯定有问题 一进一炸 神神 等到一天到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 我一回来就直奔高翻院了 那好 先休整一下随时可能有工作 陈主任 你这是干吗 别吓坏乔菲了 我找他有事 乔菲 你看你啊 亲家时间很长了嘛 是吗 弄得陈主任都没法安排工作了 那你们谈 对不起啊 我在那边遇到很多事情 所以没有跟你通电话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让你消失了十一天 就偶尔发几条信息给我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你发的 是我发的啊 那为什么我打电话给你不接呢 为什么 一分钟都没有吗 一分钟都没有吗 因为我的朋友他遇到很大的挫折 我要一直照顾他 他不是结婚去了吗 有什么挫折 是结婚 但是突然婚礼又办不成了 所以他很崩溃 我要一直陪着他 二十四小时陪着他吗 他是病人 你跟他说你花一分钟 给你男朋友打个电话怎么了 他一分钟离不开你吗 这样 真的就是我说的这样 我能别为这个争吵好吗 我不想跟你吵 我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消失了十一天 你现在跟我说 我现在不是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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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就好 没事就好 吓死我了 知道吗 那你朋友现在怎么样了 把事情处理好了吗 你 好 那就好 以後不許這樣話 用任何時間 跟我說一聲再走 行嗎 不哭了 不哭了 來說說好 不哭了 但是你再答應我 以後你的手機 二十四小時都能開機 我也一樣 我們為對方開機 好嗎 愛情的旅途要攀登多久 愛情的旅途要攀登多久 一步步追著你走 有時是朋友 有時想對手 有時還怕愛得不夠 慢慢的愛情 慢慢的享受 在追上你一號 我看一下這一組就好了 在追上你一號 在追上你一號 晚安 早點睡 曉飛啊 今天晚上有空嗎 想請你們處幫個忙 主任您說 私事兒 我有個法國朋友 開了家小公司 要舉辦慶祝派對 招待客戶啊朋友 還有中國來賓 請你們當隨行翻譯 那正好啊 你們也一塊兒去玩玩 熱鬧熱鬧 不過有言在心啊 沒什麼錢的 算是幫我一個忙嗎 主任您千萬別這麼說 李磊啊 吳明 楊彥 你們一塊兒去啊 好的 主任 江陽呢 主任 我就不去了 我晚上約了人 那行 有他們幾個也夠了 好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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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任 曉飛來了 這位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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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飛 曉飛 我們是 我們在大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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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把他翻譯 好嗎 好嗎 江飛 我可以寫了一些 主任的話 要用中文來告訴他的同事 你幫助翻譯一下 好 請你 請您注意 請您注意 請您 謝謝 各位女士們 先生們 有些話 我想對在座的我的女朋友說 我特別地感恩 我特別地感恩 此生能夠遇見你 曉飛煮煩 那我們做什麼呢 事先 沒收到資料收過這些 今天教揚她工作 聽她的呗 這個工作好像不太靠譜 你們不覺得怪怪的嗎 我剛剛和這個派對上聊得下 他們都是朋友叫過來 沒說是客戶 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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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這種小事的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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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們彼此的性格 是那麼多的不同 但卻又那麼彼此吸引著 在我眼裏 你身上看似的缺點 對我來說 都是你的特點 你的優點 更讓我 想用一生去欣賞和品位 我想和你好好地在一起 一起去把看似平淡的生活 過得不平淡 一起去發現生命中更多的美妙 你是我生命裡最寶貴的禮物 我願用一生去守候 去呵護 一生 好 我是帶我一位朋友說的 她愛的女孩子叫曉飛 我的朋友叫陳佳洋 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體質對有情人 健身 愛情 好 陳佳洋 出來吧 你來見你最愛的女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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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飞 嫁给我吧 乔飞 已经跟准备人谈恋爱了 怕我们都蒙得鼓励呢 原来是真的 那是喜事 乔飞 你还不赶快答应啊 行了 现在别起哄啊 大家都是同事 祝福是必须的 因为我们是要讨喜酒喝的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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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家阳 我很开心 但是我觉得 我还不能接受 我们之间还有很多困难 没有解决呢 有任何的困难 我都愿意和你一起克服 乔飞 乔飞 希望你对我有信心 对我们的爱有信心 好吗 对不起 我觉得我现在 还不能接受你 我还没做好准备 你的戒指很漂亮 是 是 是 既然你觉得戒指漂亮 既然你觉得戒指漂亮 就先收下吧 我愿意等你 无论多长时间 我相信困难一定会克服 只要我们彼此是真的相爱的 我爱 你的 是 美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时间紧任务重 大家赶紧的吧 点减 这样的开始 你打算一直躲着我吗 没有 你拒绝了我求婚 我总不能特别高兴吧 我是希望对我们的感情负责 毕竟你家里现在还不接受我 我妈妈那边也需要我陪 需要我照顾 我觉得现在这么多事情 不适合我们谈婚论嫁 不想给我压力 不愿意让我帮你承担任何的困难 这就是你的想法 你知道我向你求婚的时候 有多大的热情吗 现在你全部给我浇灭了 当然 我尊重你的决定 但我也希望你能体谅一下 我的情绪 是个正常人都会有情绪的 对不起 那 等一下要一起吃饭吗 我可能去不了 我这一堆事呢 那你忙吧 这么忙啊 现在还在加班 你怎么来了 也不请我喝点什么 好啊 咱们去新历试吧 好 找我有事啊 怎么 没事都不能来看看你啊 可以 你先坐我 我给你倒杯事 好 好 之前孟姆来找过我 让我好好劝劝你 我大概也跟她说了一些 乔飞的情况 她现在态度缓衡了很多 当妈妈的 只要看到你们的幸福 是一定不会反对的 你呀 应该回家去 多跟她聊聊乔飞 也只有你这么温柔的性格 才能入我妈的眼 我只不过比较了解 你跟伯母罢了 佳阳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只有父母会无私地帮我们 我以前也像你一样 为了爱情轰轰烈烈地 付出一切 可结果呢 即使结了婚 你还是发现 只有爸爸对我最好 周南对你不好吗 不是 怎么说到我了 我这不说你和乔飞呢吗 其实我也挺想帮帮她的 我听说 她妈妈的手术 需要很多的医疗费 我手上刚好有一个 葡萄酒庄园的项目 需要人手 她可以来我这里兼职 不过我就是不知道 高翻院能不能同意 就来问问你 乔飞现在还是实习生 确实是不能在外面接长约 不管怎么样 我都替她谢谢你 你对她真好 因为乔飞是你爱的人 加上我跟你说过 我是爱无即无 其实你对我也特别重要 你是我家人朋友里 唯一一个支持我和乔飞在一起的 而且你还对她这么好 放心吧 我永远支持你们 不过 佳阳 我的葡萄酒庄园项目 现在的确需要人手 我找乔飞呢 一来是帮她 二也是帮我自己 既然从来不了 你呢 你现在级别肯定可以吧 我 我知道你在帮乔飞妈妈 筹手术费 你又不想依靠家里 那你来我这里兼职 不也是一个快办法 要不这样吧 明天是休息日 明天是休息日 你先来我公司看看 行 明天赛 乔飞不想向家里求助的苦衷 乔飞是我的女朋友 所以我想靠我自己的能力帮她 而且我想保护我们的尊严 不然我靠家里 你说我用哪笔资金不行 把你的银行卡给我 还有身份证 我拿去复印一下 我这次还是想 以朋友的身份来帮你 毕竟你也刚起步 而且你以前也帮过我 这是我们公司的标准流程 你不给我复印记忆 我不能给你看公司的资料 我初步拟了一个东西 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 这么高的薪水啊 你这么大一番一家来帮我 这点不算什么 这个是我在瑞士签的酒庄的技术资料 和一些国内葡萄产区的数据对比 你能不能以你的经验帮我参谋一下 我应该骗中哪个区域 另外里面还有一些我没来得及翻译的 你也帮我一遍翻了吧 没问题 那我就先回去吧 今天谢谢你啊 夏阳 这 要我回去了 段叔叔 爸 人你也见到了 可以放心让我开工了吧 放心 放心 我早就放心了 那先等你们俩聊着 我先进去了 好 回了 段叔叔 再见 再见 夏阳 既然你当我是你的小华姐 就请接受我的邀请 等你帮我完成这个清洁馆的项目 我给你一斤点的骨饭 你太高看我了 我真的没什么经验 这样吧 我介绍一个法国朋友给你 我这个朋友 本身就是酒庄的继承人 而且他懂中文 可是我只相信你啊 而且咱俩合得来 再说了 我公司的资料给外人 我也不放心 可是我还有高翻院的工作 我不可能把全部的精力 都放在你这里 我支持你在高翻院工作 这是你的理想 这也是我看中你的地方 不过伯母说得对 你是天之骄子 你不可能为五斗米折腰 等第一个清酒馆的项目 正式启动 我给你八万元的项目提成 多了我也给不了 你拿这个钱 去给小飞妈妈做手术 也算结你们的燃眉至极 这钱太多了吧 你对我很重要 你知道我没什么朋友 像你这样 亲人一般的朋友 就更没有了 好 谢谢你 小黄 那你先忙你的 我自己走就行了 好 再见 再见 你会不会做生意啊 你会不会做生意啊 清酒馆的项目 怎么能给他八万块钱提成呢 什么样的翻译比 这么高的提成啊 我的事 您别管 你的事我可以不管 但是你拿公司的钱不当钱 那我就得管了 就这么点事至于吗 我得提醒你了 你这么迁就程佳阳 那说到底是你心里放不下他呀 你现在已经跟周南结婚了 那心思怎么还老在呢 你程佳阳那儿呢 你 你最近跟周南的感情怎么样啊 我们俩就那样呗 反正她是您选的女婿 只要那种公司挣钱 别的我都无所谓 你这不胡闹吗 你以为我选择周南 仅仅为了咱们公司啊 我是观察过考察过她的 你看 她对你是非常有感情的 她这个人是白手起家 家里很穷 像她这种人 即使将来再有钱 她骨子里面 也还会有那么 有那么一点自卑感 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子 那在她心目当中 那就是个梦啊 她能娶到你 那就算是她成功了 她一辈子都会呵护你的 梦 周南心里除了发财梦 她还会有别的梦 你看看你啊 你说起你的丈夫 你说你一脸的比 你知道吗 一个女人最大的错误 不是不爱的丈夫 而是看不起的丈夫 还让她丈夫知道 爸 您根本不了解周南 她在您面前还愿意装一下 在我面前 她就是一个自私 试快 冷漠的人 我以前从来没有 跟这样不入流低级的人 交往过 是 她低级 她不入流 那谁高级 谁入流 是这个程佳阳啊 还是高建民啊 就算是他们高级入流 可她也不属于你呀 你跟周南已经结婚了 你就要面对现实 是 当初也没有人逼你 是 我是说过 要跟人家周南合伙开公司 可谁也不等于我 闻到要卖女儿啊 行了 爸 现在说这些有意思吗 没别的事 我想回去休息了 但是刚刚刚是不是 温某我觉得 讲话 就方便了 不用走去打车 佳阳 对不起啊 你被生我的气了 我只是暂时不想结婚 以后肯定会想她 以后你会想嫁给我 那你迟早是要嫁给我呢 早点和晚点有什么区别 好吧 好吧 听你的 我给你说个事 今天我去小华姐那儿 她手上有个项目 说让我去帮忙 做完了以后会有一笔提成 你要去小华姐那儿工作啊 其实她本来是让你去的 但是我考虑到你现在 在实习期不方便 那我就抢了你的工作 去兼职 你高翻院的事情 已经那么累了 你还要去兼职 累点算什么呀 而且小华姐这么照顾咱们 咱们咱们也得领个情面嘛 怎么了 小华姐 小华姐现在对咱们多好啊 你别胡思乱讲了 而且她也很关心你 就知道 饿了吗 想吃什么 我给你煮面 走了 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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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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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吃面就是要吃得稀里糊涂的才爽 我从小受的交易就是吃东西不准发出生意 自从我受影响 我现在也喜欢这么吃面 你说我把你教坏了呗 我是要告诉你 只要两个人相爱 即便有再不同的个性背景 也能互相融合 互相影响 困难一定会克服 胜利就在前方 话中有话 一语双关 好好领会领导精神 吃面领导 你怎么晚上还在工作啊 是小华姐那边吗 我不想你这么辛苦 不辛苦怎么赚大钱呀 嘉阳 你别为了我日夜敢做你不喜欢的翻译好吗 生气了啊 再这么说又把我当外人了 你妈对我有成见 就是因为她觉得我真的把你当成摇钱书 能成为你的摇钱书是我的荣幸 我妈对你那么不好 你怎么还对她这么好 你是不是把她当你未来的婆婆了 小瞎说你 你看什么呢 你 暂时还不能给你看 保密阶段 你跟我还保密是吧 行 好好做你的保密工作 不是我不让你看 我已经签了保密协议了 你看 程佳阳 如以方程佳阳未遵守本协议西密 就由甲方文小华随意处置 期限五年内 后果严重吧 你 你这什么破保密协议啊 又致死了 你跟卖生气一样 人家公司有人家公司的规矩 小华姐是想帮我 正好她们单位也缺一个专业的翻译 我替她保密也是对我业务的负责任嘛 而且这项目还挺急的 我今天晚上怎么要把初考翻译出来 那你答应我 你跟我做得别太累 你跟小华姐好好说她能体谅的 对了 小华姐还说要请我们吃饭呢 让你一定要去 谢谢她 小华跟我爸妈不一样 她特别同情大理 而且很喜欢你 我们那段 我们那段已经过去了 行了 行了 你要再说 我就显得我特别小心眼了 你不小心眼了 我没有 我喜欢你为我吃醋的眼 我没有 吃醋呗 你去快去工作吧 好吧 我去赚钱了 我 我 吃醋啊 是啊 你来 怎么啦 妈呢 我 你别以为我是瞎子 你最近和什么人走的近 我全都知道 开球装想不戴上我 明白 我告诉你啊 把我惹急了 我连你脸都敢打 你别想把化妆皮你遮住 你疯了 喂 小花 怎么了 喂 佳阳 你快来救我 小华你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快来我家 谁都不要告诉我 包括乔飞 好 我现在过去 爱像奔跑的蜗牛 黄幽幽 被囊里预备的温柔 惊喜保留 在拥挤人群里等候 平平挥手 直到你出现 才罢休 离开 我的界限 你是 我的终点 未来 多少冒险不后退 永远 不算远 爱情的旅途要判断多久 一步步追着你走 有时是朋友 有时想对手 有时爱和爱的不够 慢慢的爱情 慢慢的享受 慢慢的享受 再追上你以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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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